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您掌握趋势最前线 我是刘兹林 今天要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的是 绿能上路的新奇迹 最近在路上您会发现 电动机车越来越多 怎么都没有引擎的声音呢 因为它们是电动的 来看2013年1月到9月的销售数字 中华车目前市占率高达了六成 而光达机车呢 目前占了两成二 山叶占了百分之六 山羊则紧追在后 但是各家都有明显的成长 不过电动代步车 说穿了不止一种而已 除了电动机车 电动自行车 还有电动辅助自行车 这三种该如何上路 又各有哪些不同的特色呢 请到四位专家 跟大家一同来探讨 首先欢迎的是汽车达人庞德 大家好 电动机车业者蔡成如 大家好 前摩托车杂志副总编朱大炮 大家好 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说到了电动车的概念呢 过去您可能会想到 机车还有汽车 但是这两种不同的路线 的确也在台湾呢 目前都有看到 我们来看到这未来最新的概念好了 其实呢 基于两轮跟四轮之间的 中间车也所在作用 现在最新的是一种 单轮概念的电动机车 已经上路 未来一台预计 可以卖到十万元 摩托车呼啸而过 仔细一看 竟然只有一个轮子 却能保持平衡不倒 这是波兰摩托车制造商 Rhinomotor 退出全球第一款 独轮电动摩托车 Rhinobike Rhinobike的操作机制 类似于独轮车 往前寝时加速 往后寝时则是减速 造型十分轻巧 就像从科幻电影场景中 走了出来 其实之所以设计出 这款独轮未来车 是因为创办人 女儿的要求 她就说 Hey daddy I saw this one wheel motorcycle in a video game Could you actually build that And I just like was I couldn't even picture w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So she gets out a piece of paper And in the car Sketches out this thing and shows it to me And I just like Oh All right Well 为了替女儿圆梦 Chris Huffman 找来许多懂得机械的专家 一同来研发独轮车 经过一年的改良 克服独轮无法平衡的问题 才终于有了 Rhinobike的诞生 The start-up sequence is pretty simple I just take this little key And I put it in the bike And it activates the automatic balance system which will snap the bike into balance There's a display that tells us the status of the battery So I'm always safe when I'm able to ride the bike And I'm just simply ride off 他采用电力驱动 一次充电约需90分钟 充饱可行驶48公里 可以爬上30度的陡坡 不骑的时候便可往前倾斜摆放 以保险感支撑地面 车子售价台币10万元 预计最快在2014年8月发行 Rhinobike不只能在室外 轻巧的体积更能进入到室内穿梭 不用特殊技能 就像骑车般容易 今年新款移动车辆话题火热 不只PMV个人移动车辆 和PET个人电动工具 独轮摩托车又开创了 新种类车款 TB新闻 其实说到了行动力 过去大家都会觉得 二轮的比四轮的还要方便 因为免去了停车的问题 但事实上 机车越来越贵的同时 一台已经喊到6到10万元了 如果来说真的要省油 而且还要所谓 节省各项的费用 这电动机车 就变了一个新的选择 因为它免挂牌 而且不用缴税 最重要的是不用考驾照 对 我们知道说 这个节零减碳 已经变成全民的共识 但是因为又因应到油价 持续的高潮 我们看到现在95579 一公升已经来到36块多以上 这已经来到历史天价的位置 大家想说我要省个油费的话 那怎么办 那就是很多人就开始 考虑要买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以前可能很多 譬如说像整个环境 没有建置完成 甚至补助没有完成 所以大家比较没有那么 没有高的意愿去买 但是我们看到说这几年的话 好像路上走的机车越来越多 这种电动机车 常常我在晚上或是在白天 听到一台机车呼啸了过 发现说他怎么没有引擎的声音 好劲的就这样过去 原来看一看 原来那是电动机车 我们看到电动机车 在台湾的销售真的节节的上升 我们以这个去年的1月到9月来说的话 你看中华汽车的电动机车 卖了2552台 光阳卖了946台 三阳卖了243台 三阳卖了219台 其他卖了3400多台 总共电动机车卖了大概4000多台 而且我们看到说它的成长率是非常的快速 你看中华汽车的电动车 你看它卖了59个percent的成长率 光阳的电动机车也卖了大概22个percent的成长率 你看它成长率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过我们跟大家讲 所有的电动车还有分非常多种 电动机车分非常多种 除了这种机车之外 还有我们现在萤幕上这边这一台 这个叫做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的话 跟这个电动机车是不一样的 电动自行车的话 它就是不用考照的 刚才志明讲到 不用考照 不用挂牌 它也免缴税 而且也不用戴安全帽 因为它的速度比较慢 它速度只有25公里每个小时 至于说这种电动机车的话 每个小时可以到50公里以上 所以我们看到说 现在很多的老公老嬷 尤其中南部老公老嬷 他就觉得说 我买这种车就骑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路上在行走的 大概最主要看到 如果你平常看到的话 大概都是这种电动自行车 甚至说有一种叫 电动辅助自行车这种 因为它的车价比较便宜 像我们看到说 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话 一台目前大概还有 5万块以上的水准 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话 大概1万多到3万多 不等的状况 而且更好处是什么 这个电动自行车或是电动机车 现在政府都有补助 你买了 譬如说 如果以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的话 政府目前大概补助 最高可以到6000块 如果你买一般公用的电子的话 可以补助到多6000块 但是这种电动机车的话 有些政府补助的更多 我们先来看 你要买电动车 还是要买汽油的机车 我们先来看一看 如果以购车的成本的话 电动车你看目前大概要5万6 那这机车的话 一般的机车大概是5万8 其实没有差太多 2000块而已 挂牌费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一个是400 一个是300元 是差 那燃料税其实也 这个他们还有燃料税 因为它不用加机油 不用加汽油 所以没有这个燃料税 但重点在这边啦 对 在补助 包括从上面的中央机关 工业局环保署 甚至地方政府 他也都要拼命的补助 所以你看最高补助 可以到221000元这么多 所以你看这样零零总统算下来 你看目前买一台电动机车 只要3万5000多块 但是你看买一台50cc的汽油机车 还要在5万 快要6万的这个水分 而且它只有50cc 它也不是125的 虽然说它跑来 还是比电动车还要快啦 但是我觉得说 在整个节能环保的这个响应之下 而且补助这么多 而且环境现在越来越成熟之下 我觉得电动机车的这个后世 是成长可骑的 其实我们目前看到电动车呢 观众朋友你会想到 过去呢阿公阿嬷出去买菜 骑的是脚踏车 但是有时候呢 这个力气不够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电动的辅助 所以我们看到电动机车 越来越火红的同时 其实还分为三种 刚刚您看到这一台呢 电动车呢是5万6 但事实上也有比较 阳春版的电动自行车 大炮哥我们来讲解一下 大概哪三种 而族群又是哪些 现在我们在分喔 一般就是这三种 电动辅助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跟电动机车这三种 那其实呢 我们一般会知道说 不用驾照啦 不用戴安全帽啊 这种是从电动自行车 以后的这两种 是 它其实在细部规定上有很多 比方说电动自行车 它有什么轮胎啦 重量的限制 可是最简单的分法 就是速度 因为它没有西西速这种东西 所以呢 它是以个25公里时速 作为界线 而且你怎么骑 就骑不快了嘛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它是25公里以下的 宋宴的时候 急速不能超过25公里 宋宴的时候 但是其实电动自行车 也有可能骑到三四十 但是有可能 对 但是呢电动自行车它是不需要考驾照 也不用戴安全帽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目前在市面上看到最多的是这一种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其实它整个我们讲速度上面来讲 已经几乎跟50cc是完全化上等号 虽然它 我们这边讲它最高速度有可能突破时速50公里 这个50公里是足足的50公里 一般我们摩托车50cc在骑 如果你摩托车吹到时速670公里 骑时上你也只有50公里而已 它这个50公里就是50公里 所以它就相当于一般燃油摩托车的时速大概670公里 它其实非常的快 所以它一定就是要遵守这个路权 交通规则 对 然后它挂牌照 它后面有牌照 一切都是符合交通法规来做的 那在这三个选择上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出衍生出很多的问题 因为观众朋友你会知道U-Buy 最近就被大家讨论说 每次都闯红灯也不用戴安全帽 但是事实上也骑得很快 电动的机车其实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困扰 因为过去在电动车讨论上面 观众朋友你应该还记得 如果一个车子从你旁边过去 完全没有声音 行人是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的 对 其实我们记得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一些外国人 很问你你知道台湾吗 我们到外国人都对台湾跟台湾的 可能搞不清楚嘛 那我们一番解释之后 如果说有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来过台湾的 我们都先问他 你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 我听到很多外国人都说 So many motorcycles 台湾机车实在满坑满谷的机车 所以我们在实际上看数字 台湾也不过2000多万人 但我们的机车数量有1500万辆以上 非常非常可怕 到处都是机车 所以说机车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各种角度看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的排碳量 每年的总排碳量 全世界在台面第20名 台湾这么小 密度太高了 对20名 然后我们每年的 这个所谓的A1交通死亡事故 大概1400多人 其中里面大概一半以上 就是机车组 这是很遗憾的 所以这个机车除了很危险之外 然后对交通影响很大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每次都不断强调说 机车我们讲以内燃机来讲 内燃机引擎 因为它排气量很小 那一般来讲 只要排气量小到一个程度的引擎 你再怎么弄它效率都不可能很高 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服气 说你们这些开车人都是瞧不起我们骑机车的 其实你们排气量那么大 你们污染是比较重的 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就是说 机车排气量那么小 它再怎么做 其实效率相对是很低 照理说以比例上来看 机车一公升游应该可以跑100公里才对 照比例嘛 你才50cc 我们车子2000cc 但实际上是没有的 然后再加上说很多比较老旧的 二骑三骑四骑法规的机车 或者在台湾到处在乱跑 包括二行程机车等等的 所以其实造成不只危险 对环保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们到日前台中才经过了一个 这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条文啊 就说要创造一个低碳程序啊 但是很多人抗议喔 真的 先听我说你可以再骂我 因为我要讲很多人抗议 大胖哥也踢不住了 对 它说是在一个大宅门 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画一块一块 而且是2020年 在那个新色的区域里面 来进行的所谓 低碳程式的概念啦 对 就是你烧汽油的不要进来啦 那当然其实这个讯息 还没有变很清楚之前 就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会用意识怎样 重机骑士非常的不错 对 就有一个漫画家就写 哇 以后我们的环岛梦就被它打碎了 因为我们到台中的时候呢 要租一艘船 到外海绕过台中 然后再进到本岛 然后北上头再租一条船 但这就是夸张的讲法 不过我在想说其实 我刚才前面讲 不管说安全问题也好 不管说环保的问题也好 其实台湾有很大的需要 如果说我们正要节能减碳 很大的需要 应该把这些机车 有点半强迫式的 甚至可能很多人就讲说 因为我开车才这样讲 不过我真的觉得 如果说一个国家进步某程度 一定要做些牺牲嘛 对不对 要某种程度去鼓励 鼓励大家去换这个机车 而且很清楚告诉你 你这个鼓励要很重的鼓励 因为你会牺牲很多 你不能期待说 这个电动机车 可以取代你目前 其实加汽油的机车 绝对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那当然我们期望 业者或车厂 能够逐步把这些牺牲 能够逐步的减少 那目前台湾的情况 牺牲还没有做太多的减少 然后政府其实补助的方向